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樂華夜市 耶 其實我個人對樂華夜市不是這麼的熟悉 我大概只來過兩三次而已 我其實之前高中的時候蠻常來的 其實很久以前來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那時候吃東西 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次呢 我主要就是上網查一些 比較多人推薦的店家 那我們就是一家一家去試試看 對 比較沒有那麼多我們熟悉的店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我的票不見 我們才剛到捷運站而已 就給我出狀況 好累喔 欸你知道 原來如果你的票不見 然後可以跟他講 他就會給你一張這個 然後如果你找到的話 他會再推你一個十塊 一塊找到了吧 我也覺得 我們現在要吃的第一間 就叫做 深海奇魚串 然後現在我們排的隊伍 大概前面有十幾個人吧 我其實沒有想到 就是夜市下午的這個時間點 它竟然是有開 而且好多人 因為我們其實蠻早來的 今天天色都還沒有很暗 大概是五點半就來 然後結果一來 這邊就已經排了超多人了 對啊 我們就來吃吃看 到底有多好吃 因為他覺得 萬華的一個很好吃 萬華夜市有一個 超好吃的奇魚串 而且一直吃這裡在搬家 我覺得萬華會贏欸 真的嗎 代表我的烘湯 你說因為太便宜嗎 便宜的部分贏 它加的好像沒吃熱狗 對啊 我們現在已經拿到這個 奇魚串 奇魚串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要加醬 有些人會喜歡加那個 芥末醬 嗯 我們加的是什麼 醬油膏跟胡椒 對 這樣就很好吃 那我來吃吃看 我是第一次吃 很好吃耶 有點像花枝 然後它其實外面就是雨漿 可是我覺得這家的油很新鮮 所以它吃起來的味道比較乾淨 所以你覺得比萬華的好吃 我沒有這樣講 我覺得萬華的是不一樣的感覺 大家到時候 我們去拍的時候再跟你們講 它裡面是有水煮蛋的 但要排滿久 因為老闆都是現做嘛 他算是滿認真在現做的 萬華的做法比較豪邁一點 它會一直爬爬爬的弄一大堆 所以很快 這真的好吃 回見 可以排見 我剛剛幫他查了一間泰奶 網路上滿多人拍照打卡的 但不確定好不好喝 所以我們去喝喝看 好可以 我覺得泰奶都是對我來說 你知道 油奶便是娘 哈哈哈哈 超爛的 我們現在遇到了快樂地瓜球 所以我的泰奶計畫被打斷 我們先來吃地瓜球 地瓜球也是很多人推薦 然後也是很多人排隊的 對啊 我發現樂華夜市的每一家餐廳 都好多人排隊了 對啊 好我們來吃吃看 出乎我的意料 最近我好像吃過耶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瓜球 它其實算是蠻大顆的地瓜球 大家看得出來嗎 真的 而且老闆的包裝超可愛的 它寫快樂QQ球的專賣店 我半天台灣人超喜歡用的 NO 我們現在一人來吃一顆 我要吃紫色的 有紫色喔 有紫色的啊 紫色很精華耶 嗯 你也太快樂了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QQ球的彈力 有多麼的誇張 超彈 直接從它指板那邊彈出去了 好 那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解剖圖 哈哈 解剖圖 剖面圖 它算是比較空心的地瓜球 對它蠻空心的 可是它有料的地方是很實在的Q 我覺得這好吃耶 這個我喜歡 我也是喜歡 我差點把它放嘴巴裡 我也是喜歡這種 比較空心的地瓜球 你可以看到它的餡料在這個下方的部分 上面就是空心 然後餡料會卡在一個地方 這邊 好這一顆 妹妹 那顆沒救 那顆沒救了 好再吃一顆 欸我覺得這真的很好吃耶 這真的很好吃 這個比連鎖的好吃 因為QQ球其實超多連鎖店 比連鎖好吃 聽起來還好 就是QQ球 其實大家都知道QQ球的味道 就差不多是那樣 那你真的覺得特別好吃耶 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覺得五名地瓜球比較好帥的這一間 我覺得這間比較好吃耶 因為五名地瓜球太扎實了 它已經 然後跳脫QQ球這個類別 我反而比較不喜歡那麼扎實的地瓜球 比較喜歡這種空心的地瓜球 各位我遇到我的老朋友 一口金酥臭豆腐這邊有分店 對啊 那我們就不吃了 因為我們在 林江夜市已經很推過它了 大家可以去看林江夜市的影片 它會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原本想說就是直接要去買太奶 結果又經過了我妹想要吃這個 日本剪刀式雞蛋糕 我記得蠻好吃的 它是脆脆的那種 然後很多家墳店 你吃過嗎? 我好像小時候有吃過耶 你確定? 因為它有大象手槍這種很可愛的造型 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嗎? 哈哈哈哈 我發現是它這個地方真的很大 熱滑夜市真的很大 然後我們其實走來走去 就會一直看到想吃的店家 所以一逛夜市來說還蠻不錯的 哇好燙喔 真的好燙 你拿什麼? 手槍 手槍 其實豬做的超級真的耶 因為普通的吃蛋糕會有味道 哈哈哈 哈哈哈 它很空心 我覺得它就是吃特色的啊 很脆吧 我記得 還好啊 就雞蛋糕 可是有一些雞蛋糕很軟 它的外皮是有點脆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要吃 看我會抽到 那你吃足 那你吃大象耶 好吃嗎? 它真的是脆脆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現做的很爽啊 但味道就是雞蛋糕 只是如果你喜歡脆的口感的話 我覺得這件不錯 嗯 它感覺是正宗的泰式奶茶那種做法 都有 有說有碎冰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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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有去過巴黎島 沒有啊 還沒去過巴黎島 沒有啊 沒去過巴黎島 我不知道太奶這個味道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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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甜嗎? 夠甜嗎? 哪個胖子的味道啊 好喝嗎? 好喝欸 很炭欸 我覺得很不錯 這個煉乳味 我很喜歡 可是它其實 它其實沒有到真的太甜 所以還是有符合台灣人口味 嗯 所以太奶真的很甜 太奶真的爆甜 我們剛剛發現這個 太奶的瓶子上面它寫著 這裡面有你要的去冰乳湯 聽到了沒有 妹妹 湯給它吹下去 才會是好喝的飲料 冰給它加滿 才會涼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要去排臭豆腐了 好 我們剛剛經過 爆炸多人 超多人 我們要吃臭豆腐 還要吃那個木瓜絲 我們剛剛一經過 全部都是人 對 每一間都要排隊 天啊我覺得六華夜市 這樣真的 這樣下去不行 哪樣不行 要 就大家要提早來 真的要提早來 因為要排隊 我還以為今天大家會去烤肉 因為今天是中秋節 結果 今天超多人來吃夜市 對啊 大家去烤肉好嗎 我們點了臭豆腐牙血 它送餐超快 對 點了一秒之後 它把它送到 它其實超好吃的 喔 很好喝耶 它有小魚乾 它還有一些就是 炸菜啊 香菇什麼的 它還點了一個油飯 油飯 他們有泡菜耶 對 泡菜就是要增加油飯的清爽的感覺 欸好吃耶 真的嗎 我沒吃過它的油飯 我覺得你吃吃飯還不錯 好吃嗎 其實我不太懂油飯 真的嗎 來 為大家吃一口 這間我之前就有來吃過 我覺得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耶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拍 停下 停下 對 停下夜市的 然後 它的湯頭其實就沒那麼好喝 但是它湯頭真的很好 我妹剛剛吃完之後 她覺得 很燙 對 這樣給我講一個什麼 她說 好燙喔 燙到我的舌頭 給大家看一下油飯 她很推薦 這間油飯 油飯真的很好吃耶 喜歡油飯的人 亮點 我怎麼不喜歡吃油飯 油飯很爽 沒有到特別喜歡吃 就是以前國小的時候 中午放學 好像什麼 運動會結束之後 會發一盒 我都超愛耶 對 還有麵包 你試試看它上面那個 這泡菜吧 很爽 嗯 味道辣蘿蔔 嗯 的味道 看起來很像泡菜 其實是辣蘿蔔的感覺 我妹說她覺得這個豆腐 給它一種 蒸蛋 蒸蛋的錯覺 對 因為真的是太軟 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喜歡吃油飯 但會吃裡面的香菇嗎 妳是很討厭香菇對不對 我超級討厭香菇 就有小時候幼稚園 不是都有香菇雞湯 嗯 然後我拿到香菇雞湯 都會把香菇拿出來放在抽屜裡 剛剛那間臭豆腐 你在外面看會覺得 好像要排隊 但其實我們剛好沒有碰到排隊啦 只是外面很多人在外帶 然後現在這一家才是真的要排隊的店 哇 好扯喔 超多人 這間呢 是非常多人推薦給我的 因為我上次 林江夜市有去吃那個 泰式的涼拌布瓜絲 大家都說這一間更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 這間到底有沒有更好吃 因為我其實沒有吃過這一間 我只有吃過林江夜市的那一間 這間的特色是什麼啊 這間的特色是老闆用文章 整個店 特別的 乾淨 乾淨 我們等多久了 我們等快一個小時了耶 還沒等到 真的好久喔 我一排就排到哈利路巴布 他在玩自己的手 你們知道在這個 有一些燈光下面的手 在這樣動的時候 有嗎?拍的時候還蠻好 手蠻像無音手 無音手 天啊 你看起來功夫很好耶 我們剛剛排了大概 一個小時半 這真的蠻久的 可是我覺得 雖然老闆很認真 每一個都他認真的處理 他其實動作很快 然後林江那個那麼久 是因為 老闆動作比較慢 然後這邊是動作很快 但是人太多 而且因為每個人都不只買一份 所以才會這麼久 就像我們的 也是原本只要買一份 但是因為都想說 都排那麼久了 就買兩份吧 他花生跟本人分開放 有些人不能吃花生是不是 就是過敏之類的 是 但有時候花生放進去就會軟掉 原來是這樣 新鮮的花生就是要這樣子 我們現在有要把它吃完嗎 吹下去 我發現就是 他的這個木瓜絲啊 會比較粗一點 有沒有覺得 就是比 林江夜市那一間粗 林江夜市那一間蠻細的 這家連番茄都比較粗 粗粗 這家連番茄都很大 我們點是小辣 剛剛老闆人超好 問我們有沒有吃過 然後這樣我們先吃吃看 看會不會太辣 然後再決定第二碗要不要小辣 我覺得其實它還蠻好吃的 因為它有切片瓜絲 真的是比較 就是切得比較粗 然後口感就是很明顯 很脆 然後它的味道是很清爽很乾淨的 因為它檸檬感覺真的是鹹炸 我覺得這家有比 林江夜市的那一家好吃 因為林江夜市的那一家 只是辣椒非常辣而已 哈哈哈哈 被拉到這邊 對 被拉到然後不開心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 真的是因為切得比較粗 所以它吃起來就真的有一種 很紮實的口感 很紮實的口感 不會有一種軟軟的那種感覺 我其實沒有吃過大的番茄 在青木瓜絲裡面 這大番茄喔 真的 沒有 這大的番茄 我剛剛也是小番茄 它是牛番茄 可是它番茄還蠻甜的 我覺得這家很不錯耶 雖然它真的排很久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都不只買一盒 對人來說會太辣嗎 喝一點 你好像用小白兔在吃 對 用門牙在吃東西 很可愛 很脆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它會很喜歡 因為這個是很乾淨 然後很新鮮 很清爽的感覺 很乾淨到底是 不是一個文章 對 對 我就覺得 這邊的機車有點太多 我的頭髮黏了 什麼 什麼爛評語 不行 這個有點太辣 因為妹妹平常是不吃辣的 所以 這個小辣對她來說很太辣了 如果你平常不吃辣 我覺得可以墊微辣 然後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吃到腫辣 對 我覺得可以耶 你現在吃到現在有什麼感覺嗎 我只能說 在這種涼爽的天氣吃夜市真的比較不會生氣 哈哈哈哈 像是之前我們第一個林江夜市拍到就是滿身大汗 然後第二個我們拍寧夏 後來那個片段真的是不能用 因為我們已經吃到太熱了 今天吃了我想說天啊 是 烤箱嗎 那個衣服可以擠出汗 這狂流汗又要喝那個臭豆腐的湯 真的是超不舒服 所以我們就沒放了 對 我們吃到夜市就是會只有在就是 秋天冬天的時候 比較涼爽的時候在開始抬 我們點了一碗三鮮 你看 先這樣 你看她辣椒看起來就超厲害的 我們剛剛加了蠻多的烏醋 然後還有加她這個辣椒 原本想要外帶 但是她看到這個辣椒她就決定要內用 這樣做出來 因為我對辣椒真的超級喜歡 對辣椒表白 然後還有這個蒜水 這邊還有這個白胡椒 加一下 加多少東西 我們剛剛加了這些東西之後 發現她的根其實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她吃起來很像旺仔的那個鮮貝 旺旺鮮貝 一開始我們烏醋沒有加很多 然後也有補加 補加之後我覺得比較好吃 因為她剛好有三鮮 就是三種不同的那個料 都各有兩個 那我們現在一起吃吃看這個 好啊 等一下我找一下我 我覺得她會贏很多家店欸 真的嗎? 好燙喔 很好吃吧 我覺得 因為她們很 就是她跟BB叔叔很喜歡吃一家 在雙臉的吐脫魚羹 但我超討厭吃那一家店 為什麼? 因為她就是 味道沒有很好吃啊 很普通 你沒有加粥菜的料吧? 這一個她的魚酥塊麵的那個皮 其實算是蠻脆的 嗯 它就脆的 沒有到很 軟爛 它沒有被泡爛 但是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零蝦夜市那一間吐脫魚羹 因為我覺得它咬起來有點 它不夠軟 對啊 可是我喜歡吃硬的欸 它魚咬起來很像雞塊 嗯 對吧 因為我覺得吐脫魚羹 其實吃起來很像雞塊羹 那你為什麼不去吃炸雞塊羹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喜歡吃吐脫魚羹啊 那我還是推薦大家去吃吃看 零蝦那一隻吐脫魚羹 這是蝦仁羹 蝦仁羹 對 好這第二鮮 剛剛第一鮮是吐脫魚羹 你都夠小的欸我發現 不要吃喔 好我再料給自己啊 哈哈哈哈 超傻眼 好我們來吃吃看這個蝦仁羹 它真的是一整隻蝦欸 嗯 超好吃 我喜歡這個 因為它就是完整的一隻蝦 然後配上一點點的魚醬 對就是你可以想像到我的味道 我超級喜歡羹裡面有竹筍 我喜歡竹筍的羹 對 有竹筍真的很加分 因為我很喜歡吃了一間饒河夜市的羹 它也是有竹筍那一種 它的三鮮就是蝦子羹 土豆魚羹 還有魷魚羹 魷魚羹 魷魚還好 魷魚就是魷魚 你會想再來吃嗎 我覺得魷魚瓶是最好的 魷魚瓶就好吃 目前還沒有吃到比魷魚瓶好吃的 那它這三鮮的那個味道還不錯 尤其是蝦仁羹 我覺得喜歡吃蝦仁的人可以來吃吃看蝦仁羹 而且我覺得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魷魚瓶就只有魷魚羹 然後它是有三種不同的羹 所以一次三個願望都可以滿足 像要吃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然後再一碗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選三鮮羹 這還不錯 很符合夜市的特性 很符合貪心的人 哈哈哈哈 我們來吃這個小米甜點圈 你知道我第一次發現小米甜點圈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在阿里山上 哈哈哈哈 好吃嗎 我覺得小米甜點圈真的是一個怎麼樣都超好吃的東西耶 那你吃吃看這間 這邊還好 哈哈哈哈 沒吃過沒 你沒吃過小米甜點圈 那你吃吃看 因為我前幾天才去吃那個 台東的小米甜點圈 所以我現在要來馬上比較看看 它嚼到後面才有米的味道 對 今天是不是還好 一開始是一個油味 嗯對就是有油味怪怪的 它油味太重 它油味太重 它油味 因為小米甜點圈 要吃就去吃台東的那一間好不好 真的好吃 我要把它打在下方資訊 大概就吃 這是招牌芋泥這片 然後這個是冬瓜粉圓茶 我們點了招牌 我們點了招牌 然後呢 它最重要的東西 應該就是它的這個褶片吧 韓芋泥 韓芋泥看得了厲害 褶片還是最厲害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 褶片看得也超強 對啊 我沒有看過這種冰 我其實吃過這一間 你們先吃 因為之前只看過那種甘蔗冰 但不是這片冰 對 超好吃 這有個煙燻的味道 真的有煙燻的味道欸 我這一勺是所有的東西 看我講 我覺得喜歡芋頭的人 應該會超愛這些 就我不敢吃芋頭 但後來我就覺得 啊算了 甜的芋頭就是 甜的芋頭 我就敢吃了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有時候大家就是要 克服心裡的陰影 它是一坨芋泥球欸 好爽 它不是冰淇淋喔 它不是冰淇淋 它不是冰淇淋 它是芋泥球 對 它是一球超爽的芋泥球 可是跟我第一次吃的有點差異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它那個甘蔗片 它是超級無敵煙燻味 是已經中到很像煙的味道 但是今天的吃的話 就覺得淡淡的很好吃 嗯淡淡的而已 可能之前那天可能熏得太久 熏太久了 我們剛剛吃這個甘蔗 然後吃一吃就覺得有一個味道 然後一直在想到有什麼味道 後來發現是烏梅汁的味道 所以我之前來的時候 它應該是烏梅汁 疊味太重 所以烏梅汁是有煙燻味的嗎 有那種煙燻烏梅啊 烏梅汁是基本上我們吃的這幾天都沒有什麼雷的 除了一些我們臨時看到想要去吃的點 小 對那種小攤飯 像是小米天天天就 就 就還好 對就不用去 我覺得我今天最喜歡的是臭豆腐 因為它臭豆腐的湯真的很好喝 而且它的鹹度也不會太鹹 所以是很順口的那種 然後它豆腐又很軟 然後另外一間覺得還不錯就是那個館季的 兩瓣木瓜絲 我覺得還是排太久了啦 木瓜絲還是排太久 對還是有點久 所以就是如果沒有排隊的話我會去買 但是如果要排一個半小時的話 我可能就會打消這個念頭 我們這次吃的這一些呢 都是比較熱門 然後我覺得第一次來吃可以吃吃看的店 然後之後再深入有可能會拍第二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樂活夜市的影片 樂滑夜市 哈哈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樂活的影片 蛤? 哈哈哈哈哈哈 樂活 哈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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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樂活的樂滑夜市影片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夜市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這個影片看到了 我們可以跟你去看動了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方式